金正恩 金正恩说准备好跟美国对话及对抗 外界解读这是对美国立场软化的迹象 美朝关系看似有机会破冰 但没多久被韩隐形的第二把交椅 金正恩妹妹 朝鲜中央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发出声明驳斥 金宇正在声明中嘲讽美国错误其代 针对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对北韩会议内容视为有意思的讯号 对此大酸特酸 像美国是在做梦根本是为了安慰自己财账解读 结果是让自己陷入更大的失望中 中文南韩总统文赛 赖银接见美国新任北韩特使金星荣 金星荣新冠上任 封城普普飞抵南韩 接着再到南韩同一部拜码头 跟同一部官员相见欢 北韩特使造访南韩也肩负主要任务 他承诺任期内会尽全力恢复两韩对话 促成朝鲜半岛无核化 并协助北韩与美国重启对话 最近文赛银也向北韩释出善意 表示愿意提供新冠疫苗 给北韩为北韩抗疫助以备之力 只不过根据北韩向世卫做出的回报表示 从6月10号到22号被韩筛减3万人 依旧是零确诊 但国际专家却对这样的结果打上一个大问号 TVBS新闻中文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